你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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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腾一等 你包里什么东西 你是说我们跳舞要用的这个道具手枪是吧 这是把玩具 不信你看 你走吧 你走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咱们走吧 等一下金凤 哥 过几天就是大小姐的忌日了 我想回去祭奠一下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难得你有这份心 放心去吧 阿全会打理治理的一切的 回去好好祭奠 也算是替我进阶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再说 上车吧 来 好 那协议书签字吧 你替我签不是一样啊 我哪有那资格啊 你怎么没这个资格了 我倒是也想替你代签呢 可是他们说想要代签的话 必须是夫妻 你说我怎么办 你不早就是我的家属了吗 算哪门子家属啊 这整个上海滩 谁不知道你金凤 是我林氏维的女人啊 那为什么人家叫我金姐 不叫我林太太呢 凤姐啊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都老夫老妻了 这个婚约啊 就是一张纸 再说了 你大哥不是反对我们的婚事吗 你是找那大哥当借口 我就是想搞清楚 这么多年你不愿意给我名分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死去的太太 怎么不是说好了不提她的吗 能做的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过去 打开心结 真正地接纳我呢 不说了 我先去洗澡 去洗澡 文忠 你怎么出来了 客伯伯不是不让你出门吗 他能关得住我呀 其实我跟他和好了 和好 太阳哥没从西边出来啊 说实话吧 到底怎么了 不就不让我来进舞台吗 不就是不让我跟大哥来往吗 我都答应他了 认怂了是吧 你在这干吗呀 我红燕做采访 等他呢 什么时候换口味了 喜欢成熟稳重的大姐姐行了 来来来 妈妈在这儿呢 少在这儿胡说 我再不济 我也不至于喜欢他呀 是吗 小时候写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平静期 毫无灵感 什么都想不出来啊 从我认识你开始 你就在平静期就没爬出来过 行了 红燕来了 我不给你了了 高先生也在啊 久等啊 深星 今天是金舞台发薪水的日子 所以我就 今天是金舞台发薪水的日子 那成英的薪水是不是也今天发呀 我有乐子了 你们俩聊 祝你们幸福啊 拜拜 拜拜 文庄 走 酥饼 好吃的酥饼啊 不要命了你 周安文 你回来了 怎么了你 心不在焉的 我不跟你说了 银行快要关门了 不是 别 别别别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关门了 别别别啊 你帮我挥完钱再关门吧 都五点了 我们真的要下班了 要不你下礼拜一再过来吧 先生 我平时上班都要上到五点半的 周日你没有休息 我今天是好不容易求经理 早点让我过来汇钱的 真的不行 你通融一下吧 我真是着急给我娘汇钱的 我如果今天汇不成 我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那行吧 但今天真的不行 要不你先把钱给我 明天早上让银行帮你办理 给你张票据 你敢可以吗 行 谢谢 谢谢啊 给 你是要把所有的家当都汇过去吗 麻烦您了 没事 你稍等一下 你干吗呀 你这把钱都汇走了 怎么生活啊 要你滚 对了 你消失了这么久 你亲戚的病好了没有啊 你亲戚才病 什么亲戚病啊 山青说的 说你要请假一阵子 回想照顾生病的亲戚啊 对对对对 是我 我们家是有一个亲戚病了 但是现在好了 康复了 你最近怎么了 是不是金舞台排练太辛苦 压力太大了 还是这么多天没看见我 想我想的想哭啊 得了吧 我相信想的都想不起来了 好了啦 烦心的事明天再烦 看见我就得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过一天是一天嘛 过一天是一天 过一天是一天 小姐 办理好了 这是票据 您收好 谢谢啊 没事 看你这么多天 都没看见我了 又把钱都汇走了 请你吃顿大餐吧 好啊 小馄饨 走 小馄饨 来喽 老板 给我来碗汤圆 来 两味的馄饨 请慢用啊 你干吗抢我的呀 我还不够吃呢 你以为我想吃这么多 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你还吃这么多 谁胖了 看你今天穿得人模狗样的 还跟我抢馄饨 对得起你这身形同吗 最近没有扣你薪水 学会顶嘴了 最近金舞台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 大的新闻啊 没有什么大新闻啊 没有 没有啊 大哥不是答应我了吗 怎么给他寄会呢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 你最近是不是还在给 那个柳云提倡啊 那倒没有 我下次可以演主角了 主角 你现在可以唱主角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平静呢 这不真是你期待的吗 你不开心吗 期待 开心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 太累了吧 你紧张什么呀 没事的 只要你可以登台演出 你一定会成为 上海潭最红的格型 因为 你是我培养的吗 或许吧 咱们也别吃小馄饨了 我们去华帽饭店吧 我也去把整个饭店 都包下来 我请你好好吃一顿 你疯了吧 你给我坐下 不就登台唱个主角吗 弄得跟像永别似的 还包华帽饭店 你包我算了 你钱是大风刮来的 就算是刮来的 还得捡半天呢 你不心疼我 还心疼他吃你的红顿 朱阿文 我能有今天 真的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我也不能这么早地 就完成我的心愿 干吗这么严肃啊 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你怎么知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这都是靠你自己 跟我没什么关系 哪天演出啊 我去看你 你别来啊 为什么不能去啊 你演出我得捧场的呀 你真的别来 很危险的 你别喊 你坐下 这么多人哪 不就看个演出吗 危险什么呀 傻猫 总之我让你别来 你就是别来 你要是敢来 我就 就 就什么呀 总之你那天要是敢出现 我 我就跟你交交 不是 不就是看个演出吗 为什么不能去啊 承鄞 你别走啊 来 老板 给你请 好 谢谢啊 等等我 慢走啊 阿贵 小姐 你去楼上 把我给林先生 准备的那个礼物拿下来 好 就舒张台那个啊 我给你去 否则你 你去看我 你明天才有些 你对我 那你黑了 你还去看我 对你啊 我看我 你先去看你 你还想吃你 我现在的 你还想吃你 pい 她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说了 我还特意问她 今天什么日子 金姐要亲自家住 她说是你的生日呢 什么会员那么重要 非得今天开 这都几点了 她说了几点回来没 这都没说 估计 开完会就应该回来了吧 这么多年了 永远都是工作比我重要 金姐 我到门口等会儿大哥 去吧 请问我 还没有 小姐 你看这饭菜都快凉了 要不要我去热一下呀 不妙 归姐 秦峰 进来吧 大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妹妹过生日 谢谢哥 我本想给你搭办一场 可是你不赏脸光临 我这当哥哥的又端不住架子 就只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哥 坐坐坐 哥 我还以为你在生我气呢 你从小到大 我什么时候真生过你气啊 倒是你一跟我闹别扭 就说不回家就真不回家 也不顾念爹妈去世得早 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 现在倒好 跟外人一个鼻孔出气 欺负你哥哥 干吗呀 我这过生日 你还把你脸教训我啊 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 世唯呢 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少得了我呀 大哥来了 生日快乐 林老板 现在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都得我亲自登门拜访你了 大哥 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 今天我知道是我不对 不过我事出有因了 我托朋友在英国 给金凤定的生日礼物 这不 回来的船晚点了 我一直等 所以迟到了 是一天的 我带去银子 要不要在那里 也不愿意 敬草 我说你银子 接着也是银子 那你对我 交接来的 是你送的吗 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啊 没有 哥 怎么会呢 哪有大哥 能跟您一起吃饭 是我能灵性 本来想去您府上拜访的 对了 今天听说是金凤亲自下的主 对对对 咱们要不开饭吧 一起吃点 一起吃点 来 大哥 走 走 酒 我没叫侍卫出来送我 是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说 阿凤啊 男人宠不得 聪明的男人更宠不得 你这样对他不留余地 当心后来自己吃亏呀 哥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怎么可能会吃亏啊 你也看到了 这两年他翅膀硬了 生意上跟我渐行渐远 我是担心 他到最后不会真心实意地 想娶你呀 哥 你放心吧 我跟侍卫的感情挺好的 哥提醒你 你要是真想嫁给他 就趁现在 我在他面前说话还算数 赶紧催他 让他明媒正娶 娶你做灵妇人 这才有保障 好 我知道了 哥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 大哥回去了 你刚刚送我的礼物 怎么了 这不挺好的吗 去年送给我的 你看我这记性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就给珠宝宝打电话 你明天随时过去 喜欢什么就挑什么 不要管价格 不是钱的问题 不喜欢 不喜欢 喜欢 喜欢随便乱丢 你怎么了 不是我怎么 是你怎么了 今天你收拾 我不想跟你吵 你早点休息 我还要 你还要工作 你是不是心里一直忘不了他 所以你迟迟不跟我结婚 别再跟我提他 你要让我跟你说多少回 它是我的过去 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跟我在一起 不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吗 何必那么介怀呢 这些东西 不是更实惠一些吗 你懂我的 我不要这些钻石 我不要甜言蜜语 我就要一个 林太太的身份 一纸婚约就那么重要 一纸婚约就那么重要 重要 行 等我当时稍回主席 马上结婚 你说话算话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不过金五台你要做好 等我当时稍回主席 双喜临门一起办了 你别打算再蒙我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 好了好了 放心吧 上日快乐 反正我记得 书园小时候 也不比男孩子老实多少 是吧 当时啊 把他妈给气的呀 爸 我哪有了 你还别说 小时候能震度住书园的 也就是文忠了 文忠这点小聪明啊 都用在这副心思上了 文忠 干吗呢 我手套掉了 你捡手套呢 来来来 过来过来 这 还是 不是 我以为你干吗呢 罗树来了 罗树好 树园好 人家书园给你做了两块解析 亲自送过来 你一天到晚东跑西地的 干吗呢 我不是去 高伯伯 人家文忠是男孩子 岂有像我们女孩子一样 整天窝在家的道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书园这个小嘴啊 替文忠挑起礼来了 是 没什么文忠 今儿天好 你陪书园出去走走 我和你若书园还有话说 爸 那个不是让我去 去什么去 快去 那我们就不在这儿碍眼了 我们走了 去吧 赶点啊 爸 你去 你不是让我去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呀 要是每三天就有一个星期天 就好了 你想得美 承鄞 你不要压力这么大 我很久没见你笑了 你看 这么美好的一个假日 好美啊 事后 我自己也很惊讶 在刺杀前的紧张时刻里 我竟会想起文忠 他毫不犹豫救我的样子 傻呆呆被我戏弄的样子 凶舌恶煞骂我的样子 为我高兴 为我着急的样子 走马灯一般地 浮现在我眼前 不知不觉中 他走进了我的生活 成为我割舍不掉的一缕牵挂 你干吗这么盯着我 我问你才是呢 你难过完又笑 笑完又难过 难不成 你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了 什么呀 我就是想起一个人 江如风 瞎扯啊你 不是他呀 坏了坏了 你命有心上人了 拜托 你别乱猜了好不好 我渴了 我去买水 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买啊 好吧 这是你回国后 我们第一次单独出来吧 文忠 对 今天天气可真好 真可惜 你知道我最爱拍照了 怎么不把相机带出来呢 那我回去拿去吧 别去 别去 算了 我们去坐会儿吧 走 书员 嘘 别说话 我懂 我不在意 书员 你先放开 怎么了嘛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就是 我们能不能 稍微的稍微正常一点 就是我觉得 很正常 棉花糖 棉花糖 温州 那儿有卖棉花糖的 我想吃棉花糖 你帮我去买好不好 好 你在这儿坐儿等我啊 书员 承莺 好久不见 你好吗 我挺好的 快坐 快坐 书员 刚刚跑走的那个是钟阿文吧 不是啊 那个是高文忠 高文忠 他就是钟阿文 才不是呢 你被骗了 我怎么会被骗呢 我跟你说过不是吗 晨莺 你口中的那个钟阿文 就是高文忠 因为他和他爸爸吵翻了 离家出走 所以才去你们 进舞台工作的 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 这 这 这话什么意思啊 高文忠 是法务部部长 高浩天的独生子 我 山青啊 文忠 我们三个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文忠他回国以后 不想去他爸爸那里上班 所以就大吵了一架 离家出走 搬去山青那儿了 这么说是我被骗了 他不是钟阿文 文忠 他虽然离家出走 身无分文 他却愿意把他的怀表 拿出来点到 为你支付补习的费用 单凭这一点 就请你不要误会他的好意 生他的气 好吗 那 那你们呢 我是他的未婚妻 未婚妻 棉花糖来了 文章 承鄞 你怎么在这儿 骗子 承鄞 棉花糖 你跟她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我就跟她说你是高文忠嘛 那你总不能一直跟人家说 你是钟阿文吧 谢谢你的棉花糖 我看你长得像个棉花糖 真多嘴 文忠 文忠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找了你半天呢 丁盈 我问你啊 钟阿文的事情你是不是知道 我请你喝饮料 你别打岔 好吧 其实钟阿文就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林老板说了 是要是敢告诉你 就开除谁 林老板 这跟林老板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林老板能不能选上 这次商会主席 就是钟阿文 不 高文忠爸爸的一句话 这次你有独畅的机会 大家都在疯传 说你是跟高文忠关系好 所以林老板和金凤姐 才把这次机会给你的 当然了 我才不会听他们的风言风语呢 你人这么地努力 唱歌又这么好听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赢得的 你你会跟着我 这样也好 反而不觉得欠他什么了 出来走走 收获真是不小 陈英 陈英 你干吗 你干吗 我 我过来换耳环 那个洪彦姐说了 你昨天戴的那副耳环 现在要用 耳环就在那儿 拿完赶紧走 我警告你 你以后要是再敢乱烦我东西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脏兮兮的东西 搞得是爱胖似的 成败在此一举 今晚一切都会结束 爹 娘 哥哥 姐姐 很快我们一家就能团聚 哪怕是同归于尽 我也一定要杀了零首 好 来 来了 子熊帮我弄下衣服 好 别太紧啊 还是紧 成衣 可以吗 准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不用紧张 反正咱们都排列那么多遍了 加油 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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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得怎么样 挺好的 紧张吗 有点 难免第一次登台嘛 就是这么大的场面 但是平时练成什么样子 就表现成什么样子就好了 我跟林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捧一个人 你是有这样的天赋 也有这样的能力 好好表现 以后一定是金舞台的翘楚 谢谢金姐 都好好准备吧 好 好 好 有梁 仔细检查一下道具 别出什么问题 好 有梁哥 我检查一下 你紧不紧张啊 没事的 这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 谁跟自己父亲保证的 再也不来金舞台了 我就是来参加舞会的 只是恰巧这个舞会正好在金舞台举办 那他们邀请我 那我只能来了对不对 谁不知道这是林世维的商会主机拉票会啊 谁跟自己父亲保证 再也不跟林世维来往的 你是想继续在这儿跟我啰嗦呢 还是想跟我一块去做贵宾席啊 是吗 原来这个身高跟智商真的不一定成正义 叛途 在租一下 找什么 哪儿 你还好 你看看 你看看我 你还好 你还好 芦术 都不得你 你的墙格外沉哪 上台之后多加小心 别脱了手 我 我知道 带会儿见 金姐 你们来了 金姐 看来灵世为这次下了不少功课 朴老板 来了来了快请 里边请 听说今天晚上金舞台 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果 我很期待 非常感谢啊 庞老板 多谢您来捧场 你看啊 过两天 就是商会主席选举的任务 这虽然是件好事 我还是有点担心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反而会弄脚成桌 会有什么意外呀 难道是庞老板 希望出什么意外 比如说 力捧的新兴明明不会唱歌 非要搞什么对口行 假唱 既然我知道了 难免会有些担心 我知道庞老板对我个人呢 挺关注的 之前呢 是关注我们金舞台 没想到对我们的议员 也是挺关注的 不不不 我关注的是整个上海滩滩娱乐 既然庞老板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请 请 承鄞 准备好了吗 马上 那我在后台等你啊 快点 加油 走 陈姚 陈姚你快点 就等你了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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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